C007KD 在我们正常使用当中 吃风结束之后发现切线刀没有任何动作 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如下的故障排除 首先我们来检查电子阀是否有信号到 第一步首先我们用手动去按动二号电子阀的蓝色开关 这个时候会发现切线刀有正常动作 证明二号电子阀的气管通道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检查它的信号是否正常 大家可以看到 123 1345信号灯都有亮 唯独二号信号没有亮 那我们来检查它的接头 看这些接头跟它安装上去之后是否接触正常 然后再检查电控箱 这个 这些电线装头跟电控箱接触是否正常 现在可以看到二号信号灯正常亮起 接线刀动作也正常在动作 这个故障就排除 假如接线完好的情况下 信号仍然不正常 那则是电控箱的电脑板 有故障请更换电脑板 在哪些东西 最后的电脑板 还可以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